主圣战组织灭族屠杀 美国空袭伊拉克 欧巴马前晚话才说完 昨天美国军机就在伊拉克北部 投下500磅的炸药 外加救难物资 攻击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国 并救援受困的库德族雅斯底人 伊斯兰国近日以残暴的手段 屠杀反对者以及异教徒 攻占基督教大臣卡拉克什 有十万基督徒投命 上周伊斯兰国攻占 2011年将美军撤出伊拉克后 首都在当地空袭 但重申不允许美国卷入 另一场伊拉克战争 不会派出地面部队 动新闻综合报道